高兴而言 因这个上海英才进修学院的邀请 今天下午有一点时间 跟各位做一个交流 这个交流的主题呢 已经写在这个白板上 命运与修行 为什么要讲这个主题呢 是因为我们在 生活要在一个资本和技术的时代 而资本和技术 这两样东西都有一个最基本的特征 就是 进步强制 而资本要不断地保持它争执的效率 资本一旦停止争执 它作为资本就死了 它成为消费基金 技术也要不断地更新 于是资本和技术 这对男生兄弟 规定的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特征 就是进步强制 这种进步强制是在禁闭当中展开的 于是我们就投入了这样一种人类的社会生活 每一个个体 都不断地要把自己跟别人做比较 你如果没有上升 你就是下降 你如果没有进步 你就是倒退 于是我们的人生就被这个进步强制的标准 来评价了 包括我们把这种评价 标准引入我们自己的内心 形成我们的一种自我评价 我们怎么看我们的人生 我们是失败的还是成功的 标准在哪里呢 标准就在资本和技术规定的进步强制中央 这是一种病 指定了一条 基本相同的能生道理 1987年我第一次到深圳去 因我的一个本科同学的邀请 我真想去看一看 当时深圳是举过祖墨的经济特区 我很想看一看深圳是何等的景象 来到深圳街头 真是热气腾腾 当时造国贸大厦 它的建筑速度是每三天上升一层 被誉为深圳速度 我在深圳街头看到一个标语牌 上面两行指 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 我一看到这两行指 我十分的惊讶 因为我是学习哲学研究哲学的 老哲学的人难免要讨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生命的价值在哪里 这是哲学和宗教的话题 我不断地在探索说 现在不用探索 因为答案已经给你了 这两行指都给你了 人生是短暂的 时间多么宝贵 它的价值在哪里 还原为金钱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效率 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数量 我的第一反应 邪思邪见 这是从佛教的角度 这叫种种的妄念 当时可以理解 这两行指贺兰的写在街头的大标语牌上 他能够理解 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事 中国改革开放起步 要从计划经济时代 转为市场阶级时代 我们想要摆脱普遍的贫困 所以大多数中国人在当时接受了这两句话 并且把它看成是生命奋斗的目标 我现在再问一个问题 今天的中国人 当下的中国人 究竟还有多少人接受这两句话 来表达的我们时间的价值和实力的意义 我们能同意时间的价值就是金钱吗 我们能同意生命的意义在于效率 全面的、生落的、对我们民族的命运的反思 这几年已经展开了 如果没有这种普遍的反思的需要的话 我们不能想象国学会为什么会复杀 我们如何来判断一个人的人生的失败还成 假如我们的孩子在餐厅里端盆着 端盆着的服务员 或者是在马路上跑快递的快递小哥 我们因此就能判断 评判他们的人生是失败的人生 假如是这样的话 那么中国大多数人的人生都可以背 肯定为什么失败的人生 在建筑工地上劳动 在人家的这个住房的装潢工程里面劳动 在马路上跑快递 在餐厅里面断盆子 在酒店里面做服务员 中国有2.9亿农民共这个数字就放在那 那2.9亿的人生是失败的人生的 我们这个时代出了什么毛病 我想回去我们已经说出来 你把你的人生成败的标准是从这个时代的外部 引入你的内心了 你就这么理解人生了 然后你就发现你 你要挣扎了 于是这种挣扎到终于到了极其尴尬的处境 就是目标大家都差不多 一个要负一个要贵 资源非常有限 然后这个词来了叫什么 内卷 内卷 这是内卷到终于大多数人 是在中国积极少的资源 最后他说一个结论是什么 反正没啥希望 躺平 这不是个健康的社会 一个健康的社会 每一种责业都有它的尊业 都有它代表 它的人生的意义 因为每一个人 人里能在牵插万别 不同的出生家庭的门地 不同的性别 男人跟女人就有差别 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智慧水平 种种的差别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各得其所 有的人你打死他 他学不好数学的 但他在另一方面 他是能共巧匠 那个数学学的好的人 你能打死他 他都做不了能共巧匠 我小时候做好模 试试看 后来我父母看着我做的整个过程 他有给我一个判证评价 他还要 他手指都把江湖倒了 你这个手指被胶水粘住了 你看到我的笨作如此 后来在学校里多时我发现我 对语法学的学得很快 逻辑学还很清楚 就人与人之间 在这方面没有忧虑之分 而是天赋的不同类型 对吧 所以一个健康的正常的社会 每一个人都应该发挥他的 上天给他的 赋予他的天赋 只不过这个天赋 在不同的领域中 现在我们今天的教育 是把文化知识考试的成绩 是唯一的标准 来评价在校读书的学生 于是就有一个概念来了 叫查证 我认为在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词点里边 不应当出现这个词 它永远不应该出现在一个 教育工作者的词点里 这个词叫查证 凭什么它是查证 你拿什么做标准 读书为了啥 从小学开始读书了 为了成绩好 考试成绩为什么要好 因为我要进入更好的处境 为什么这个考试成绩一定要好 到更好的处境去呢 因为我要敲开重点高中的大门 我为什么一定要敲开重点高中的大门呢 因为我敲开了重点高中的大门 之后呢我才可能有机会敲开名牌大学的大门 那么我们追问 你为什么一定要敲开名牌大学的大门 因为一旦我在名牌大学B以后 我可能获得一份什么 收落丰厚的职业 读书为了这一点 那么我们现在回过来看呢 这是很荒谬的 为什么呢 所谓收落丰厚的职业 就是发一点财吧 或者走上官场吧 得一个权力的地位 一个富一个贵 这件事情师傅我们从小学开始的时候 就应当为此奋斗的 这目标应当是你的人生目标 年轻人总以为 这应当是我的目标 你也接受了社会价值标准 不甘心于在一个平凡的岗位上 劳动 首先自舍其烈 第二把自己 特有的才能发挥得更好一点 是吧 没这么想 那么我后来有句话出来 这句话后来现在在网上挂回船广 我说一个人到了40岁 还不相信你命 只能悟性太差 富贵穷通不归我们管 但我们总把虚负毕贫 虚贵毕贱 看成是我们人生的目标 这其实不归我们 它是我们的命本身包含这个东西 那么就讲到命运这个概念 命运这个概念能否成立 因为你如果成立这个命运这个概念成立的话 它就是把人的主观意志 看成是什么 虚幻的东西 一般来说 我们不会这么想 我们认为我今天的状况是我以往奉斗的结果 如果我今天的状况不够好 是因为我以往奉斗的不够 是吧 这通常都这么想 在这种想法当中呢 命运这个概念是不能成立的 如果你一定要成立的话 你就说命由自己的努力来造就 我掌握我自己的命运 如果是这句话能成立 命运这个概念根本也就被这句话废除了 能被你掌握的算得上命运吗 这则是你的人生计划 公平吗 就没有命运可言 于是相信命呢 被看成是消极的人生观 所谓相信命是指什么呢 相信我们在这世界上走一遭的 人生着急 并不是因为我们主观的结果 而是被预先安排好 那么安排者是谁 当然有不同的想法 西方人西方人的说话 中国人的说话 那么你承认命运这个概念 你认为它能成立 那么你就要最问 哪些事情是属于命的 哪些事情不属于命 你得先承认有命 这件事 那么这件事 哪一件事大家都承认有命 概无例外的 我出生在哪个家庭 你是出生在豪门 还出生在山区贫穷农民的家庭 这件事情经过你选择吗 经过你同意吗 在这一件事情上 每一个人都认命的 是不是这样 那个 因为我就说 我对命运的理解 它是两个词的 命 是父母给的 环境给的 用 包括你的这个提问 很好的 今天有时间把这两个概念 一个命一个运的概念 一个回看说明一下 它们是内在就连在一起的 在算的时候呢 就讲命理学了 这是一门科学 当然 西方有西方的命理学 西方的命理学叫摘星树 英国还有专门的大学 就教这个理学 毕业了以后有文凭了 你就摘星诗了 摘星诗了 这是西方 欧洲民族也相信命 然后对于命做一番 做一个学梦出来 那么西方的命理学主要就是摘星诗 那么中国的命理学主要的就是看生成八字 那么这个生成八字里面 一个八字就是命权 叫命 从八字里面推出每五年一步运 每五年一步运 每五年一步运 这是等会儿要说的 命运 命运这两个字连在一起 能改的不能叫命也不能叫命 有一句话是很真实的 说出来的 我比如说 我某轮增交来不财运 才来党夺之路 你想躲都躲不了 这不是你的努力 那么有人跟我讲 你王德峰这么相信命 那么我问你 假如你帮我推算出来 我明年开始进入财运 那我就躺在家里 睡在床上 美人和人民币哗哗的 就从天天花板到我床上来 他总被反驳我 我笑了 我说如果你明年叫一步财运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你不可能躺在家里 你应该进入这步财运 你的兴趣和关注点 就自然往金钱方面走的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是真实的事情 我有一个很妙好的同学 本科是同学 研究生也是同学 我们两个人酷爱马克思哲学 研究生毕业后 我们都工作了 他在另外做大学任教 我在复旦任教 我们基本上两个礼拜要进入职务 讨论马克思的1844年 经济学哲学收入 通宵打蛋 最后抵桌而免 这种关系 这样的状况大概有一年半在 他就不来了 突然有一阵子他就不来了 不来了我也不知道为啥不来 那我也没问他 我估计他那个学校工作大概忙起来了 他没空两个礼拜跟我交流一次 再过了一个多月 他突然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第一句话这么说 得分我发财了 我说你怎么发财了 我买了五百张认购症 记得吗股市刚好开始 那么我说认购症五百张认购症 你再转手卖了没有 他说没买 我说如果你转手卖了 你已经发给了小财了吧 因为认购症的价格已经在市场上去了 他说我五百张认购症通通投原始股 就打起来 那是 毕业报复 马上千万持资产 然后我就惊讶了 我说你不是跟我一样都喜欢马克思的学 怎么会想到那个股市的时序上去了 这是我刚刚开始有一点会看 我说你把年约日识报给我 那么我就排他的用来 一排过来 就是今年 他当时就没有 救了政府才有 他的兴趣完全长 这也不跟我讨论一八十十年收拾了 所以一个人的他的愿望 热情 心性 也在拔持从来 也是命力啊 我那个时候 我不是有钱花 我哥哥给钱 我上海三个家 他们买了一千张 钱都够我借给他 就这是秩序 快秩序 就是秩序 就是秩序的秩序 有的时候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他 性格变了 其实不是变了 性格还是老样子 他是聘了那步运 那步运 一定同时给他某种动力 有热情 有热情 所以这是人事会变的 比如说他长久跟我一样是个书袋子 我刚才讲的 而且库安马克思哲学的书袋子 交流采用了他不搞书袋子 这就好了 所以别以为 不要误解了 关于对命运的论识 就是意味着我们 任何人的主观努力 是可以决定我们的命运的方向的 主观努力也在你命运的方向 比方说我王德夫为什么喜欢哲学 空之又空的学 现在开始乐学我也没想到 板凳一座对我来说 叫三十年代 多么孤独的学位 这时候谁要听哲学 大家都在奔走的 每个中国人当时都做着发财的梦 我怎么会想到 但是我就喜欢哲学 然后我周围的亲友 然后看不懂这个人 你应该去看看别的 又那么清凭 在复旦当时的教授 我还没教教授 讲师副教授的工资很低的 你上海之中 当时不管复旦 部署单位 后来在奔建的 全做起 里头经历过 公经历过 所以这是没办法的 就是我的八字 我的命 我的一步步走的运 都规定了我 就在那儿 控制又控制学位 你干的 这一点不是我主观选择的 王老师我想问一下 你是上完八字以后觉得 三十年以后 我才能翻红 所以我就要专注于 这一波的学习 还是 还是就是因为我的兴趣爱好 我就专注到三十年 遇到了当下的一个时代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的 我后来略会判一点 你自然首先看自己 对啊 都说看自己不准 看自己会不准的 这些某些方面你会躲避的 但是大情况是 我也能看的 比如我是做哪一行的人 做官跟我一点关系没有 做生意跟我一点关系没有 这你自己看来就不 打消了这些 就是做排他法 你这风提供的很好 并不是说 我一定会在某个领域里面成功 而是我一定在哪些也不成功 真的真的 就排他法这些了 否则你叫谋须做我 不是你该干的活 你在那里干个几十年 什么名堂都没有 这样的 这一地的人就很 因为社会不让他们有新的机会 你要么打工 要么做公务员 那么你还做着发财 那么发财也跟你没关系 一个健康的社会 是为每一种八字其中的 它发挥的 所以我刚才一开始 就批评这个资本和基础的 文明 他就这样的进度强制 用一个统一的标准 在衡量着所有的年轻人 来给予你们同样的工作 这很荒谬 你要敢于 拒绝这个社会价值体系 那要多大的勇气啊 是吧 咱就穷了 咱就流到汗 咱每天要两块面包一杯水 干我喜欢的 就是有这样的运气 嗯 这是个开场派啊 我们现在要言归正传 我们先把这命运的概念 做了一个讨论 既然讲命运 就是说主观奋斗 主观努力是加强 最终 最终 决定我们主观努力的 救过的 绝不是我们的能力 和我们的意志 而是命运 那么这一点 要能够领会它 不容易 我说实际 要到40岁 40年的人生经验 让你体会到 你跟某一个人 跟年龄相反 家庭出生门底差不多 家庭教育环境也差不多 智商也差不多 努力程度也差不多 你就眼看着它少年得慈 你的努力程度绝不差一差 你也不比它混 你就眼看着 几十年虔诚称登 用什么来说 在复旦年纪轻轻的当上的教授 就是国防的 有一批人吧 那么在它边上 有另外一批人 快要到退去呢 还没陪上教授 这个是 我的办公室 上面一层 有一个人 跟我关系 算是自帮自席的 他是中科院 主事毕业 进入复旦 三年跳一起 九年到 不倒 九年就倒不倒 你也想想看 王老师所说的 奋斗一生 能够平 平常一个副教授 已经很不容易 是不是啊 最后一副教授可以去 就是啊 就这样的 这个是整个 是不是另一面 而且这样的老师呢 他从来没托过来 对 眼看着他 人本来就很聪明 嗯 当初刚刚留下的是 青年才子 才俊啊 到终于是 朱教授的时候 就 莫非你 我这命 这个destiny 这个概念 就没有了 因为他们都没了 所以这件事情是 我 我在强调什么 我们 确认有命 之后我们的人生观 才会是季节的 现在有人总说 不要跟年轻人说 有命 有略 应该总装他们奉斗 要励志啊 这样呢才是这种季节的人生观 人就相信命了 就变成消极的人生观 我说正好相错 相反了 孔子为什么说那句话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 一个人不相信有命 他成不了君子 为什么呢 他会把他的一生 用来为富贵两个字奋斗 然后他忙了一辈子 在这忙了一辈子的过程当中呢 他从来没有真正的 永久而来福 也没有真正活错人生的精彩 所以儒家 缺论有命 当然道家缺论有命 佛家也缺论有命 道佛山家 这是对命的解释不一样 那缺论有命 为什么重要 就是我们不要把我们这样一个有限的一生 交付给不归我们管的事情上去 富贵 名利 穷通 不归我们 但是不归我们管的事情 我们自己就管了一辈子 这样的人生 不是阶级的人生 是消极的人生 阶级的人生是怎样的人生 无论我是怎样的处境 我都活出生命的意义来 正像中国农家讲的那句话 贫贱不能倚 威武不能虚 富贵不能赢 这叫君子 有人前一段时间跟我讨论 我们要让中学生 一定要知道自己有一个目标 把自己养成君子 君子的养成 我说很好 起初来讨论吧 他和许多的老师就在讲 中学老师就在讨论 我们如何说服我们今天的中学生 把养成君子看着你自己修养的重要目标 如何说服他们呢 后来他们得出了这样一个说法 要告诉我们今天的年轻的中学生 在这个时代做君子不吃亏 最终不吃亏 最终不吃亏 他说这样就能说服他 我想 我说这跟君子进行一定关系的 你的意思无非是什么 这个吃小贵赚大便宜的 因为你做了君子了 人家都承认你的 然后得到的利益最多是吧 这难道是君子的境界吗 他问我君子的境界是什么 他说很简单的 孔子为什么那么喜欢 去设个贤人啊 去设个大帝子 最喜欢谁啊 延徽 那么孔子对延徽的赞美是这样的话 现在回也延徽的回 现在回也 一单时一瓢饮 在漏下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 现在回也 又重复了一次 现在回 一单时一瓢饮 在漏下 什么叫漏下 平民库里 延徽生活在平民库里 每天的这个 生活的消费就是一单时一瓢饮 大多数人都受不了这个处境吧 人不堪其忧 回也 不改其乐 现在的问题关键在这个乐子 白乐的乐 有人问我 李小艾琴看八字 八字能算什么呢 我说能算他的富贵还是贫贱 也可以算他的健康状况 也可以算他的性格 还可以算他的六七五八 还有他的最奢合的责业 都能算 他说什么不能算 我说没有一件事情不能算 在八字里算不出来 他说什么事情 我说这十分开心于 欢乐还是不乐 这件事八字里面可算看不到 我说了这句话他觉得有道理 你去问任何一个会算名的 你问他你从这个被算的那个八字里看到他 他的心灵是欢乐的还是不欢乐的 无法算的这件事 有的八字就大富大贵 但这一辈子他没乐过 因为欢乐来自我们的心灵 赋予我们无论是怎样的人生处性 以他应当有的意义 所以我始终是欢乐的 叫做一个人是君子道 他在富贵穷穷 得色上面的所有的挫折 不足以让他不开心 为什么他知道这是命 于是那句话就来了 孔子那句话就来了 不致命 无以为君子 而君子是什么 圣乐真正的话 一个是君子的一个重 最根本的标志是 他在什么程庆当中他都有二 君子就是说我到处就变成别人的道德 王爷不是这个意思 君子就是你对命令的领会 然后资予自己一生 真正的价值 真正的价值 你出生在怎样的家庭 你恰好是印度人还是中国人 这些事情也不归你管 毕竟你选择 我长大以后不是读一点哲学吗 哲学老师要问一个问题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毕竟到哪里去 是吧 那么我就问我自己 我王德峰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为什么不是印度人 我说非洲人 我说美国人 偏是个中国人 这怎么回事啊 这件事是你规定的吗 我为什么不出生的早一点呢 我能够参加辛亥革命多好 我出生的不早不晚 偏偏1956年 那么就出生的 如此这般一个双心构成的家庭 文化大人一爆发 我就知道我是谁了 我父亲叫走私派 我母亲叫逃亡地主 于是我叫狗仔之 这些事情都未经我同意 强强到我头上了 是吧 这是一件事吧 人生作为命运的一个方面吧 同意不同意 这件事你否认它不是命运吗 我希望出生的晚一点 不信 不信过我同意 不信过我同意 不有风说的 我也是跟你一样 我也有风说 这是一个 其他第二 你的性格 人与人的性格之间的差别很大很大 你不要说性格的核心部分 技术部分 不是后天环境造成 同样的生活环境 兄弟也是 兄弟之间的性格都差别多 很大 同样的家庭 也差不多的时候 多一个同样的学校 是吧 比如说在上海 这样的大环境也一样 时代也一样 兄弟俩们性格差别大不大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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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家有例子 很大的 他也是命 是命运的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 健康 中医好中医都会看八字 他就是通过你的八字去知道你的身体状况的先天状况 你是肝比较弱还是肺比较弱 把这里看得出来 这第几个方面呢 第三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 第四个方面 你 你将来从事的择业 你以为你却选择择 其实不是 不是啊 你怎么选择什么 这里呢 这工资高一点还是低一点的问题 你是谁 这一种类型中的谁 是 我们以为我们做了选择 其实不是 这是第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男人或者女人长大了就要结婚吧 单身是也有的 也是他的命 反正这叫配偶 第一配偶有还是没有 没有人就一辈子光棍 有的 有的 那么这配偶是贼爱的人 你的丈夫或你的妻子 是一个贼爱的人 和你的关系如何 你以为是你找来的 其实是你 对 你该被邻居家的女孩 很喜欢你 而且温柔美貌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但你对他就一点感觉没有 然后你千里条条巴巴的找来 你认为的理想的旗席 终于之后了 三个月里边 你知道你找了谁了 何都四十 在你的巴子里 完全看得清清楚 这也是人生的命运 子女 这几个方面 子女 子女 我们中国人是最关心下一代的 这个民主 下一代是我们的命坑子 一代是有了孩子就为他惩罚未来了 为他制定了相近的 这个称赏道路和指导 绝对啥呀 我自己变成了 很有意思的 这孩子将来都希望 男儿子希望他成龙 女儿希望他成笨 那就是每一个中国家长的心愿 可怜天下父母心 天下最可怜的父母就是中国父母 为孩子可以牺牲所有的 眼看这辈子自己富贵没希望了 还得拼命奉托 为什么 为自己的孩子 开辩光明幸福的人生高兰 中国人就这样 就我家里用个中检工 每天为四个人家做出钱 年纪已经五十多岁 快六十了 我说你这么累啊 那你也在上海工作多少年 他说将近二十年 说钱也挣得可以了吧 我没说你发财了 你家里家乡的房子造的 他说老他造的 我说你该做兜退休了 别这么打 他马上跟我家里 我有两个儿子 第一个儿子已经大学毕业结婚了 成家了 第二个儿子还在读大学呢 他将来也要娶妻生子 所以我得干 这就是中国人 这就是中国人特点 但是子女 让中国人要明白一个道理 她也属于人生命的一个方面 不是你努力的结果 这种例子太多了 我在佛代带研究生 带了几十年来吧 我带过的研究生 有的来自什么 真是非常贫困的东西 母亲常年卧病在家 父亲一个人挑着家里的全部重担 根本没什么钱 他说孩子就靠去了 就靠去过担 后来到我这里等博士 父母的 父母去制度没设权 还为他像上海的市民那样 为他准备好家教 创造各种条件 这个补协班那个补协班 根本不可能的 他当时就是县里的状元 省里的第几名 然后整个乡村去庆祝他 然后这个乡里的 有一个制度蛮好的 一个政策蛮好的 就我们这里 但凡考取伟大情侯和担当 要讲他一批钱 他就得了一批奖励 然后跟我做博士 过来博士论语为全国优秀博士论 你说是他父母创造出来的 偶心力学的计划安排出来的 没有 他父母做梦也想不到 这孩子怎么都是做这么好 那我想问一下 这是这个孩子努力的结果 还是他命运带的 否则他 我跟你讲孩子都在努力 不同的女人 有的人 出众孩子被人就超学了 打回去 对对对 所以我想就是他读博士 他命运带的 他就可以读博士 还是他自己比了一个结果 逆天改名 你还在问我 刚才已经回答了 就是说你在这种热情 奋斗精神 就是你这巴士给你的 我谁的 如果你不是这个巴士 你不会想把读书看怎么做 哦不是我的 不是读书的巴士 这个巴士不是做学问的 你不会有这方面的认识 你是另外一方面的认识 我现在对你到富丹族 已经很感兴趣了 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对命运的认识很难 我们不知不觉 总把我们获得的东西看似自己的认识 当然 我刚才举到我那个学生的例子 那么我们做老师也喜欢他 那喜欢他就是 第一个表演他什么 刻苦专业 或者说他主观努力嘛 主观努力嘛 这种表演当然是自然而然的会有的 但他这种刻苦专业来自哪里呢 来自他曾经留的伟大理想的时代 他毕竟在这件事情上刻苦专业 专业后来他的理想就越来越高 他完全是一致 我说我们 应该在自己找一点例子 我要作为一个科学家 你要做一个伟大的演员 他要做一个伟大的厨师 不是自己想的 这个人你就成了伟大的演员 他就成了伟大的厨师 他往厨师那里奉折的热情 就在他发生 你往演员 表演艺术方面奉折的热情也在你发生 你要去研究哥德巴和蔡响的全部热情 却在成全中的发生 而且谁知道他 当时 后来才重新来重新 他几十年就干这种事 这就是太难了吧 哥德巴和蔡响 他又没有什么光彩 生活很窘迫 身体也很不好 在那个数学 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在那里待着 也没人管他 他就这么来的 我们无非为命运这概念做论子 我们只是说 命运跟我们人生的意义之间的关系 我们信了命以后 人生才有正确的 如果我们不信命的话 我们把那些人生已经交给了 不归我们去攻击我们 这个意义其实没成为 正正的人生已经没有成为 一个人到了一定的岁数 就把以前小时候的幻想把它打掉了 比如说 上海第一财经频道 上海电视的 不是 经常有什么 以前有这个节目叫做 《头脑风暴》 这个《头脑风暴》 就请来当下中国的商界精英 商界领性 做嘉宾 接受主持人的采访 对吧 用他们商业成功的经验 这些话话讲到很多的了 然后在底下 他这时候的设备很高 主要是青年学生在看 为什么他们都做着他的梦 把自己复制成第二个潘水 把自己复制成第二个马铃 都在做这个梦 到了四十岁他在吃他们 跟他没关系 在做的都比较年轻 我提早向你们灌输 命令的观念 其实也是为了早一点 学到人家去 不知名的一个人军事 他的一个弟子 孔子的一个弟子叫死下 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 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 死下也是孔子非常欣赏的一个弟子 儿子的死下就是想 这句话马上得到他老师孔子的认识 那么孔子学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继承 就是孟子 那么孟子怎么讲名义的呢 我把他的原话写在白白上 这句话马上要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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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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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才把这命运的概念做了一番讨论 非常强调命运的概念的正式性 但是我们如果以为我们只要承认这一点 然后人生的意义就跟我们没关系过 人生的意义恰好是在你确认了命运这概念之后 这个意义才是你能输入的 是讲到这一层次了 那么 人的一生应当自己再过 既然自己再过自己的人生一定有所求 人生再是被有所求 但求分了两种 孟子讲得真清楚 一种求叫什么 求者得志 舍者舍之 是求这样的求叫四求 有意与得也 求在我者也 还有一种求 叫求之有道 这个道是指方法 你要求是能学到方法的 得还是没得有命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 这样的求叫四求 是就这样的 这样的求无业于得也 为什么 求在外得也 人生就两种求 第二种求是毫无 没有意义 第一种求才是我们有意义 我要说明这两句话呢 很简单举个例子 比方说你要 想要考取哈佛大学 中国人 要考取哈佛大学 他一定要求你 英语考试过分吧 托福 GIE 你得考 那么你为了能够 被哈佛大学录取 你就拼命地 学习英语了 甚至报了名 到东方 新东方去了 对吧 花了钱 花了时间 花了努力 你要得到一个 哈佛大学录取 第一次数 请问 这个求是第一种 还是第二种 大家先想一想这个问题 你得还是不得一份 哈佛大学录取通知数 这是第二种求 但是你 你真的 努力地 复习英语了吧 努力地学英语了吧 托福其家一的考试 是个目标在引领你 但是你 真的 获学了英语 你 真的 努力地学了英语 这件事情 到后来的结果是什么 哈佛大学录取通知 可能你没得到 你的英语能力 是不是大大提高了 这所谓第一种求 求在我 我再举个例子 你不是开办企业了吗 创办一个企业了 创办企业以后 你就有目标了 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希望你自己 所创办的这个企业 将来可以 继承世界500强 对不对 或者中国500强 反正它得强 为了强 也是求自由到达 到佛山大学管理区域 做EMBA课取 对不对 你不是去做这件事了吗 这种求叫什么 求之有道 得之有命 你这个企业 能不能计升世界500强 得之有命 但是你既然创办了一个企业 你就希望这个企业 能够为我们的中国的社会生活 做出更好的贡献 你要把这企业办得更好用 这件事情 这种求是什么 第一种 求者得之 者得之 这样的求 就希望我的企业 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这叫求什么 是求有业于得业 因为你这样努力的企业 确实能够为社会做出更好的贡献量 这是你能够得到的 这叫求债我 至于它能不能继承世界500强 不是你能求的 它有那么多在你身外的因素规律 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 它的师父是如何 比如说电子商务起来了 是吧 电子商务起来的所有的机遇 全被漫妍抓住了 以为是他的成功 以为他能努力的去果 他努力了 得这个电子商 商务当中的首富这个地位 得之用于留名 你可以想尽办法 运用各种你学到的知识 包括管理科技 经济学 金融学 把这个企业 想办法做大 真做大与否 不是 你能保证的事情 得之用于 你可以想尽办法 让你这个企业 在这个行业当中 比其他企业做出 对社会更大的贡献 这件事情 无论如何在你的范围 大家办法很想 没长大 比方说我王德峰 甲定在我所在的社区 开了一些烟炸点可以吗 因为我发现这里需要 如果没有这个小小的烟炸店 这个社区的社会 居民的生活是不方便的是吧 我看到这一点 我就开了一家 我努力的把它开好 什么叫开好 家里是什么连锁店 是那个超市 不是我的目标 我可以在全上海 所有的社区 设我的连锁店 这不是我的目标 我的目标就是什么 让我所在的社区的区域 因为我的这一次商业的努力 他们生活方便多了 也要同瘦武器 第三 获增加势 第四 佛务到位 OK了 这求定我 于是 我的这个开烟炸店的事情 充满意识 哪怕我一辈子 就开了这家烟炸店 我的人生是有意义的 非常有意义的 这就是儒家的精神 而儒家的君子的境界的前提 就是得知命 你不知命 你不会走向君子境界 你就是一个小人了 也就是你在追求富贵 那么追求不当的 还出事情 你好好的开这个 山路奶粉资案集团 那好的 要用山区情 不就垮了吗 他成为山路奶粉 集团是他的命 他垮了也是他的命 他不知命 知了命 他就不会用山区情 因为他认为 他变成山路集团 这么大的一个企业 不要贪天国危机 越大越责任大 应该懂这个道理 企业越大 你用的资本数量越大 你成长的社会 整理相应的打起来了 你要思考的是 你要想的是 我有没有能力的担当 比以前更大的责任 如果不知命的 就像这件事 我还要做得更大 因为现前的做大 就是我努力的结果 这叫探天空危机 天空危机这件事情 这是天空 所以中国人来个人 谁写来个人 是谁写来个人 是谁写的 没有两句这么写 时来天地起助力 运去 英雄不自由 是吧 时来天地起助力 都在帮你 你一旦是不用走断 你是英雄不自由的 运去 英雄不自由 我正在讲 积极的人生观 再度强调这个 我们相信命运 才带来积极的人生观 如果我们不相信命运 有位富贵穷穷 在我的努力的范围之内 我们将 走了一个 怎样的人生道 他就是从消极的人生 要把这个道理想清楚 不达入 坊间立字的时候 都在独海 今天中国的年轻人 要立什么字呢 成富成贵的字吗 大字大贵的字吗 这种字应当立吗 不应当立 绝点儒家的学说 但是也许有点道家的学说 庄子在龙世间这篇龙世里 他说这样的话 天下有大戒二 这个戒人的戒 有两个大戒 其业命也 其业意也 一个命一个意 大戒二 任何一个人都逃不出这两个字的 一个叫命 一个叫义 子智爱亲 就我们是父母的孩子 那么我们爱 父母 就笑他们 我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 这个家庭如果是富贵的 我也要笑父母 如果是贫贱的 我也同样的笑父母 这是什么 命也 不可泄于心 就不可懈怠的 这是你的责任 你得担当 要不你有孩子 也是一个命啊 你有如四方的子女 对吧 也是命 不可泄于心 不可懈怠 臣治治君 君就是皇帝了 臣就是这个臣民的 大臣的臣 壮志这么说的 臣子是君 亦也 这就是亦了 无事而废君也 你到哪里都有君呢 实际上 我们不要 决限于理解 这个 这个帝制啊 君主制啊 君主制已经废除了 是吧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谈这个君 讲的就是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就是今天的君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是这个民族中的一个成员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成 我们无论走到天涯海角 我们都知道这是中国人 这一点你改变不了 这里边就有个意义在了 我们每一个民族的成员 中华民族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责任 义 这叫义 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你逃不了 两个逃不了 一个命 一个义 所以他说 四字为大贱 因为不可逃 所以叫大贱 庄子到家学说吧 多么主张自在的人 要得大自在 他说两样东西是自在不了的 一个命 一个义 他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落命 得知自也 最高的德性 一个命一个义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过命 得知自也 最高的德性 这是到家了 一个儒家 比方说盟主 先前讲到孔子 在斗家这个命的 我们刚才说 人生的命 有一个方面 是 是 大伯 孟子就说这样的话 顺受其正 莫非命也顺受其政策 他非常有名的一句话 莫非命也顺受其政 我们刚才讲的人生的六个疾病方面 都要顺受其政 如何顺受其政呢 其实中庸当中的那个话是非常好的 他说君子的进件事 君子肃其为而行 为就是处境 肃就是向来 你向来在这种处境当中 就做这种处境该做的事 这叫肃其为而行 这叫君子 底下也展开的 处富贵 行复富贵 顺其为而行 处其为而行 假如你的生活处境恰好所谓富贵的 你向来在富贵中 你做好一个什么 行就做了 行复富贵 做好一个富贵之能的该做 假如你在贫贱之中呢 树贫贱 幸福贫贱 树患难 幸福患难 树一叠 一叠就少数民 你恰好跟少数民族生活在那里 那么那个蛮荒之地 你很艰难 就像王阳明曾经到 被贬折到贵州 修文县农场 就是树一叠 幸福一叠 这中文中的原话 这就叫什么 顺受 启臣 这就是定位也挺好的 有去环境 对 就是你在什么处境中 你心里明白 他不改君子的真正的欢乐 在什么情况下不改其乐呢 你在这种处境上做好了 你该做的事 你就是欢乐 就我们心里面中的真正的欢乐 不取决于我们的处境 不是我们的处境可以带给我们 或者不给我们 对吗 于是心里面的安顿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但心里很难安顿 因为我们不自命的好 我们心里就无法安顿 我们在追求做不该追求的事情 我们心里就一直在折腾 你自命了你就心安下来 安下来以后 你才能不管怎样的处境 都活得有 所以那个孔子那句话这么说的 在文语当中 孔子说不忍者 就能意到的一个忍耻 不忍者 不可以久处悦 不可以常处乐 约约的约 指的是贫贱的生活处境 乐 欢乐的乐 在这里表示富贵的生活处境 那么什么叫不忍者呢 就是心里面安顿了 你给他怎样的生活处境都没用 贫贱奶奶妻呀 富贵不能乐业 这叫做也不安 又也不安 这就叫不安 那么他为什么 做也不安又也不安呢 因为他不知命 首先一个原因就是不知命 致命是必要条件 是成为君子的必要条件 虽然不是重重条件 那还要养成 但是那个必要条件 就是第一条 所以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有自信 假如你恰好富贵的 不能得意的 你一得意叫什么 自明得意是吧 那叫看天宫为己 假如你恰好平坚 你不要难过和自责 因为我自己压压不如人 不是的 你没有不如人 只是你的命规定 你是这样一个位 这样一个宠幸而已 然后我们仍然一般都没得 没达到君子的情节 所以我们要屈负必贴 屈贵必贱 屈负必货 屈利必害 屈得必失 种种的屈贴全是妄念而已 因为这里这种妄 首先妄在哪里 祸福本来就是相互转化 德和色也是互相相互转化的 德中备有色 色中备有格 中国老子的智慧 明明白白以他的文字表达在哪里 他说福兮过之所福 过兮福之所以 是吧 你何必屈贴呢 塞翁圣马 焉之归福 本来就在转化 而且人生无常 富贵的不能永远富贵 贫贱不等于永远贫贱 人生上来是奇奇福福的 这《红楼梦》里那个豪辽哥 为豪辽哥做了一个祝 用一个删曲做了一个祝 那你再回顾一下 世人都想神仙好 这是金银忘不了 终日只恨巨无多 一到一干多时 掩蔽了 一大段排比 太多了 我们中华民族没有宗教信仰 有宗教信仰呢 也把这个看得很淡 富贵 你基督教徒是吧 你把你自己人生看成什么 这是上级计划的一部分 你结婚属于上帝事业这一部分 你是天主教徒 你把小伙子就放下来了 那么这叫基督教信仰 那么伊斯兰教信仰 你是个纯正的穆斯林 你怎么看世界的人数呢 我的这一生就是 为真主的光与 奋斗 如果真主说 这个战争必须打叫圣战 那我就做人体沙滩去了 这叫信仰啊 那么中国人呢 没这种宗教信仰 这个小我端在那里不能放在里 这个我要驱离避寒 要继续跪避见 驱护避平 所以控制说是命吧 这个就放下来了 好 这是我今天讲的上半部分 那么下半部分来回答另外一个问题 上半部分来回答一个问题 命令是否真实存在 命令这个概念 就其概念本身能否成立 如果成立了 你就别把你的人生 所有的遭遇和结果 看成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 你就不这么想了 你确认了命令概念 这是上半部分 要靠回答的一个问题 人真有命吗 第二个下半部分来回答一个 我们如果确认有命 命可以知道吗 中国人的回答是 可以知道 中国有中国的科学 科学都从哲学里出来 中国哲学卢道夫三家 都来和流浪 在宋明的时候 那么从中国哲学里面 推出中国的科学来 其中有好多 中国的气候学 那叫二十四七的学说 中国的天文学 讲精秀的吧 中国的地理环境的学功 叫分水学 中国的医学不叫中医吗 中国还有门科学呢 命令学 从哲学上先确认有命 然后发展出能不能预知 能否预知 这些事就要交给科学了 就交给了命令学 命令学的基础部分 命令学中国多种多样 紫围斗数 六人数 等等 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帮助算命 但中国命令学的最基础 和核心的部分 就是指评数 下半个公路直接开始了 还是要休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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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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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发账 谢谢观看 观赏 观赏太强 热嘴硬是弱的 这幅观赏最好在 硬来画 现在这是自我 这是我 好 必须 当然也行 行 行 要把 好 好 在字幕 字幕 李宗盛 你不要吃饺了 你会吃饺你就吃饺了 又吃饺的 要不要吃饺的 每一年都有干事 如果今年是清楚 每一个月份也有月干日子 每一天日干日子 每一个市场就只干事 加起来 每一个市场都没有干事 我现在不是做了什么命令 财务 财务已经走到了 这不是什么 一般的财务 一般年到了 这不把你到两年 三年 二三年后面 三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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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基督不成熟 就是弱 最后我要上 三百年后 是基督 你是基督 我是戊主 戊主 可以帮我 能需要个粗活 对啊 我现在很奇怪 就是几个好的人 我来说 我去问是死人 你刚刚我是 去问是死人 是什么 经过是 胡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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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一生一生 一生一生 一生一生一生 五行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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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的就OK了 OK了 如果贵就不去想 哈哈 一生一生一生 一生一生 我是基土 你有基土 你帮我 那是基土 嗯 嗯 你就是活客 农州活命 老好 农州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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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大人 还有 他有 一万块啊 那是多人 年轻的还是 年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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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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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轻 年轻 哪 那我問我誰啊 我是三官 我是運輸 三官做運輸的人的答案就是 你是 我是傻 就是啊 我們是融融融應 應手 那一個靜音的書 誰要靠我 我這個基礎啊 你副頭還可以靠一靠 我靠不住啊 那我問你這個才有空 這個後面博運輸 我用的話 我用的話 我用 那我用 這個要四點四點四點 這是我的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我自己的硬 硬 不夠付出 也好 那我把那我拿 也好 他很多種你比較喜歡吃奶的 你喜歡吃哪個口味 哪個哪種水果 我都可以拿過來 這三個都可以拿過來 哪個款顏色 哪個款顏色 哪個 是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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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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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考慮你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必要条件 一个人性力还是性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假如你信力就相信主观意志 来确定你的人生 这就是迷信主意 所以有些观念长久的被监造 一个相信这个命的人 他就知道主观意志则是一个命运的表现 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 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 他突然有了意思 这块舌头会认为是自己要往地面调 对 对 对吧 这块舌头成了微信主义者 其实他往地面调是地球重力规定的 他知道这一点他叫微物主义者 所以要澄清 有些人说王德峰研究马克思哲学 你应该是个微物主义者 你怎么会相信命运学 那是微信主义的东西 我说你是讲错了 假如我是微信主义者 我就不相信命运学 就是这个道理 刚才讲这个命可以不可以知道 能知道中国有一门科学 命理学 命理学的基础部分 核心部分 就是子平术 是以宋朝的学问家 徐子平来命名的 中国古代命理学 算命术 它的起源在传说中 中国人喜欢把这一门学问的源头追溯的更早 这中国人都喜欢 战国时候 一个说是鬼谷子的人 说是他才是中国 这个算命术的祖师爷 这鬼谷子啊 是传说中的人 那么在历史可考据的 这个我们可以找到的是唐朝 那个唐朝的李絮忠 他发展出三处算命术 现在是唐朝的 这个是唐朝的 年月日 年祝月祝日祝 这个最初的这个算命数 八字算命最初是六个字 在李徐中手中 到了宋初的时候 那位人物来了 就徐子平 徐子平把这个李徐中的三柱开命法 发展为四柱开命 就加了一个什么 十柱 年月日式 为什么叫柱呢 因为中国古代书写习惯 不像我们今天的这个文字书写 是横写的是吧 它是书写 由上到下 由右到左的 是吧 那么年柱 年干在上 年枝在下 越柱 越干在上 越枝在下 这是一根根柱子 一共有三根柱子 这是李徐中的时候 后来 后来徐子平把师生放进去了 就师祖了 叫师祖 师祖命理学 师祖算命术 用徐子平的名字来命名叫子平术 我们以后听到子平术这个概念 就知道它是师祖算命法 师祖算命法 那么四处一共几个字啊 八个字了 中国的这个天干地支的学说 加以秉丁物极更新人鬼 这个天干 只手银帽城市五位生有虚害 十二个地支 这个天干地支 不光是来 来记录时间的顺序 它不仅是叙述词 假如光是叙述词 它没啥意思 就像加以秉丁物极更新 我们换成ABCDEF都可以 但是加以秉丁物极更新 能够这十个天干 配着什么阴阳物极 加以属木 木头的木啊 五星哪五星啊 金木水火土 加以属木 就五星的属性啊 加以属木 丙丁属火 物极属土 根心属金 人鬼属水 这个天干 那么十二个地支 植出银貌 成是维生有虚害 每一个地支里边 都藏着天干 所以它也有 阴阳五星的属性 支 里边是什么 灰水 丑里边有三样东西 基土 青金 灰水 每一个地支里边都含着天干 所以它也配上了阴阳五星 整个八字 写下来 就是天干地支写下来 会看命的 一看到的就是什么 金木水火土 这很容易记住 那当然第一步线记住什么呢 阴阳五星 阴阳五星学术本是每一个中国人在排体时代都应当了解 但我们现在的教育 整个从小学到大学的课程体系 基本上是个吸血的体系 我们年轻的人 包括我这一代人 把阴阳五星学术搞明白的很少 其实应该是同志工 金木水火土 当然背出来了 然后底下我们要讨论的是什么 相生相科关系 这是阴阳五星学术最起码的 金生水 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这叫相生 五星相生关系 相科难 金科末 木 木可土 土可水 水可火 火可金 十分钟意你就懂了 阴阳五星的相生与相科 这是中国宇宙观的最基础的 它不仅用在命理学中 而且用在中医 中医认为人体内部的五朝六复都有阴阳五星的属性 干树木的 干树木的 生说水的 胃说金的 脾胃说土的 心脏说火 那么他们同样相生相科关系 一个人干如果不太好的话 那么他确实要水来滋养 跟干树木 水生木的 所以最好是职业时空落水 职业是什么时候 水的时空 11点到 凌晨一点 这两个小时是一个时辰 是止水 落水盘 一方面是 对胜好 一方面在什么 是要干 水生木的关系 中医学的积分理论 中医学的宇宙论 跟命理学的宇宙论是一致的 就是阴阳五星相生相科关系 怎么会知道的呢 用阴阳五星学说来观看 八个字 简单地址年概念字 比方到今年是新首年吧 各位知道新属金吧 首说土吧 那这个图里面主要的含成功是金 牛年是吧 我们说是牛年 为什么是金牛之年呢 因为年干新属金 这今年是金牛之年 明年是水墨之年 人银 银属墨的 所以这个大化流行啊 每年都在一种周期当中转变 从这个根子年 就是2020年转落了什么 新首年 就从金水转落金土 明年水墨 就一直在流转 这人家讲年了 月也在流转呢 每一个月份 热每天也在流转呢 比如说今天是丙城热 哦不是 定时热 今天是定时热 我们每天都记得了 我们定时 今日是火热 说火热的字 那么一个时辰也一样 中午是不是说火热 午时 就是说火热 半夜里生出来的孩子 他挖子里一定有水 比如说 从 从九点到 开始就进入汗 进入水了 十一点到凌晨一点 这个时候生给孩子 挖子里一定有水 那么他早成了四点 就是说五点到八点 五点到七点 七点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茅室 茅室是 茅室 阴茅 茅 茅室 有点茅 茅室 茅室是 树木 什么这些 树木的是 他一些什么呢 你回避一些的 要具体看法词的 不能单独讲 整个法词要综合看 才能下盘子 这个是以日为标准 这样呢就是 我们先了解了一下 然后来说说道理 为什么能看病 汉代有一个中国哲学家 叫王冲 他的那封代表作品叫《论痕》 在《论痕》里面他就这么说的 人秉庆 耍扬秉庆 而生 3 含棘儿�ман 涵气耳长 喊气耳长 这些指责把 阴阳五辛志气 出生的时候叫出丙 出丙天地之气 那么天地之气就是阴阳五行之气 人摒弃而生就出生了 寒弃而成长 得贵则贵 得贱则贱贵贫贱 皆在出丙之时 或在长大之后 谁操行而致也 或是你长大以后 你的德性如何 这个努力如何 这叫操行 跟你的长大以后的操行无关 说得非常明确 那么什么叫出丙之时啊 就从阳台里出来 第一声啼哭 踏出的时间 就有八个字放上来了 就八个字可以表达了 今年生的孩子 不管哪一天 哪个月 哪个时辰出生 他首先有薪酬两个字 薪酬两个字就在 那么在某一个月份里面 他就越干越吃了 某一个日里边 日干日吃 某一个时辰出生 这叫他秉壽 最初秉壽的天地之气 阴阳五行 这个秉壽的东西 规定了他 是贵还是贱 是负还是贫 他说 皆在出丙之时 都在出丙的时候 不在长大之后 谁操行而致也 所以第一声啼哭 就出丙 为什么第一声啼哭 叫出丙呢 我们在娘胎里的时候 是母亲带我们营养 是母亲带我们复兮 是母亲带我们循环 是母亲带我们代谢 是吧 他不是夺利的生命 我们从娘胎里出来 第一次 第一次复兮就是啼哭 夺利的生命开始了 这一刻天地 阴阳五行之躯的流转 就在这个段上了 这个时间段 他就构成这样一个八字 经过水火 阴阳就在里面 这个阴阳五行之躯的 我借用中医的感觉 配武 规定了 一辈子的富贵品贴 做一个形象的比喻 我们每一个人出生 第一次啼哭 所秉授的天地 阴阳五行之躯 是不是八个字表达的 写在八个字里的 这八个字就是上前 给我们每个人 开的一个药方 所以中医学跟命理学完全相同 中医医师开药方的是吧 开单方的很少 基本上都是货方 有一个结构 叫君臣服佐死 威处的药叫君臣 大臣的臣啊 君臣服佐死 就是一个药方 那么你懂中医的 看到另外一个中医开的药方 你就可以看到里面的药性了 你只要懂中医 另外一个中医 一直开的药方 你读一下 你看就知道 你是在知什么 因为我读你的药方 我就读出药性了 那么上天是不是 给每一个人开的药方 什么叫看命啊 看这个药方的药性啊 中国的宇宙观是阴阳五行学说 根据阴阳五行学说 确认每一个人 出品阴阳五行自己 秉色的是这样一份起 它之间的关系结构 配偶如何 这就是知命的基础 你先要相信命 第二命能不能预知 就能预知 预知的基础就是 你出生的时候的 应阴阳五行自己 所以叫科学 中国的科学 如非你认为中医不是科学 中医当然是科学 这不过是中国式的科学 以阴阳五行学说做基础 命力学当然是个科学 当然是中国的科学 应用品质 何必怀疑呢 宋朝命力学完成了 因为四处算命法来了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成为指评宿 徐志平公莫大宴 当然对于这个命能不能算 这件事情的疑惑 还是继续存在 主要有几个责问 第一个责问 这个时程两个小时 一个时程 这两个小时 要多少孩子 他们的八字写出来都一样 对 第一个疑问说 第二个疑问 1976年唐山大地震 一夜之前三十几万人死了 他们的八字都该死了 第二个疑问 你面对这两个疑问 你怎么回答 第一个疑问 要回答的话是 首先 第一 男女看法不一样 同一个时程 说的男孩子和女孩子 非命法法不一样 好 我们就讲 都是同性 都是男孩 或都是女孩 都是一样的 看法也一样 还有我们第二个问题 他说的方位 同一个八字 如果这个八字是非常害怕水的 但这个八字 出生的这个人 还是 他就在北方出生 那么同一个时程 喜欢 他害怕水 喜欢火的 他在南方出生 这两个人就不一样了 有个方位问题 把方位也排除 同一个地方 同一个时程 那么真一样 同性啊 男性 活动性 同性 同一个时程 同一个地 万位 都出生在东面 都出生在上海 可以吧 一样 你算算就一样 具体表现会会一样 但是命运的曲线是一致的 这两个人到了19岁 虚岁19岁要准备迎接高考了 如果这不运好 这两个人都考得上 只不过他考虚伏 虚岁还是华士大 就算不出来了 这要加以说明 第二个问题的问题 长生大体制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国运大于各的命运 一个给一个人看巴士算他的命运 有一个前提 常态社会 常态啊 不能发生巨大的 震动性的表达 那么这时候 覆巢之下 其有完软 国运大于各的 在同样的大于国运面前 由于巴士的差异呢 好的巴士他还是活 这里边还是有一点差异 实力逃生 如果不够有力量 他终于也就知道 这本不该折 勾运如此 这样我就回答了 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从巴士里能看一个人的命运 能看几层呢 六到七层 还有三到四层是看不到的 原因是什么 两个 主上的音乐 第二 祖风的风声 所以命运却还是有意思 至少从一个巴士里看出他一生命的什么 百分之六十到七层 可以看出准了 还有 看不到 所谓主上应的准备啊 曾经做过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一个善举 他一定什么 余庆 准到松队上来 所以中国人的句话 我讲那句话有道理的 去善之家 必有于庆 各位知道于庆这个概念 不是清到第二代身上的 清到第三代身上才叫于庆 祖辈的 其善 清到谁身上 顺辈 而不是俄辈 如果是俄辈 它不叫于庆 那于庆就越不上 中国人现在的风俗依然 我们知道这些年来 我们中国老百姓又是恢复了什么 清零扫墓吧 而且还很奇迹的 到清零现在的路上都赌了 是我们为了啥 祖辈如果已经过世了 就是为了祖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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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为自己的 自己是我自己的爷爷会听的 这叫借善之家 借了一个善 所以借善了 祖辈 于庆清到所为 这是巴士里看不到的 所以我们这四九十的讲 命理学是很科学 但它能否看到的预知的东西 是一生命运的百分之六十了 其实已经很不错了各位 不错了 那么剩下一点时间呢 我就要把命理学 这种学科讲 那要讲多久 但是呢 我们撂开一下 这个神秘的面纱 八字看面究竟怎么看呢 大家知道就可以 第一 要说明 子平树在中国曾经 非常平静 尤其是明清两半 乃至于许多命理学概念 家喻复晓 我举个例子 六冲听说过吧 很多人不知道 生肖之间 跟六伟冲呢 六冲 六合 对吧 这些都是基本常识 中国老百姓的基本常识 可见命理学普及的 你比方说 他在六中是指什么呢 就不同的生肖 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当然你现在汇出来了 把十二个地支跟十二个生肖的对应 对出来 直属 丑牛 淫浮 卯兔 成龙 四蛇 五马 卫阳 生猴 有机 吸狗 害猪 为了文官来说 直属丑牛 淫浮卯兔 成龙四蛇 无马威亚社会 我们再去生下了 指跟什么冲呢 指是谁 指谁跟无火对冲 水火呢 这叫水火 不容易 就是说鼠的跟说马的什么 有冲 对对的 六冲 说牛的就丑了 跟说羊的 胃 六冲 臭味冲 淫虎 就是淫末 跟什么 所猴的 叫淫生六冲 所虎的跟所猴的六冲 这在中国古代是非常讲究的 当然现在我们斗鼠上 自由恋爱和自由 自由婚姻 那么以前中国人特别强调和婚 要看八字 把双方的八字拿来 将来他们能不能在一起生活做夫妻 白头到老 是吧 那么最好要请孙明先生看一看 叫八字和婚 遇到六冲 而且无解的 有的八字能解 两个人 生效上六冲 但是八字当中有另外的字吧 把他解了 可以结婚 无解的 不能在一起 那这个事情呢 是不断的被客观事实证实了 包括父母跟孩子之间如果有六冲的话 也是不适合长久在一个屋檐下 不是说他们感情不好 六冲不等于感情不好 而是六冲的人在一起生活了 许多的不顺 冲撞 不是他们两个人 母亲也爱孩子 孩子也爱母亲 那他们六冲 最好是什么呢 那一定年龄就不要生活了 除非另外还一个家庭成员 解了他们的留守 才能在一起 这话说的还划长了 我就举个例子 说命理学品就到什么程 当时在明代到清代 一个家庭里面 但凡有一个读书人 家里被人绷持 三命同会 我们就知道 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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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知道 季晓兰组编了什么 编修了四库全须 四库哪四库呢 金 十 子 吉 对 那么命理学素数内 在吉里面 那么四库全数里面 三命同会就变进去 然后她是非常平静的 只要一个家里的 有一个都是被子 那么碰到生活中 比较重要的事情 就要查一查 比如说你要搬家了 迁徙 找哪一个日子是合适的 结婚更加就是这个 找一个结婚的那一天 这两个人的巴子 都共同的这一天很顺 就定为结婚的那个日子 这些呢都是中国传来 那么香港和台湾 一直把这个延续下去 所以我们现在在大陆 也可以看 买到香港竟然在 通胜热力吧 听说看到过通胜热力吧 每一天它都有颐和剂吧 今天一做什么 既做什么 既会做什么 这个原理都是巴子学说 比方说啊 两个单位啊 两个公司要签合同 今年是丑年办 千万不能在未日签合同的 你这一天 为策畏充吧 就是什么 你合同怎么签 定约 定约的日子 不能是什么 这一天更年干 年制六冲 你就定不了 不能选择这一天签合同 签字 不能定约 所以这就是通胜热力当中 许多颐和剂的来历 它以命理学做提出 排定 所以纳若现在有那种很习惯啊 到了年 今年即将到来 只想买一本 挂在家里 尽管不懂命理学 以什么计什么还是 只当难之外 命如何算 我们把这个神秘的帷幕掀开一脚 第一件事情先把八字排出来 八字嘛 现在网上你都可以找到 软件啊 你把你输进去 输进去它八字就跳出来了 教授你们 当然我觉得大家不要用软件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 启用的税数有没有差 这是另外一回事啊 当然现在大多数人都一来软件 先把自己八字排出来 排出来当然也不会看 找会看的人看一看 第一步就排 排年月日时的八字啊 那么在这里我要讲一条 非常重要的 许多中国人不知道的 新年的第一天 新年的第一天 是哪一天 新年初一吗 历春 历春 但是呢 中国人一般以为是大年初一 大年初一 并不是新年的第一天 今年的第一天是以什么呢 历春做开专的 历春这一天 历春这一天 有时候历春在过一年后吧 有时候大年初一早过了还没历春 但是许多老百姓认为大年初一既然过了啊 比如说今年新丑年吧 他以为大年初一过啊 就说牛了 其实他还没到历春 他还没说牛 我这里带来都是万年类的啊 你查万年类就知道历春是哪一天吧 历春基本上比较稳定 因为二十四季的学说啊 它根据的不是月亮 是太阳 所谓太阳类的 所以它准 每年要么两月四号 要么两月四号 误差很小 那个阴历就是跟着月亮走的 它是要误差很大 经常要论一个月吧 多说一个月来吧 说明它的误差很大 论月论整个月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二十四季期的学说 告诉我们 历春才是新年的第一天 有的人不了解这一天 一辈子把自己的生肖搞错 而以2021年今年为例 今年是非常有意思的 2021年的大年初月是2月12号 那么我们知道历春是2月4号 这一天是 今年历春是2月3号 它误差就是全国一天 比如说2月5号 比如说2月4号 比如说2月3号 比如说2月3号 所以从2021年2月3号起 出生的孩子都已经损了 但许多老百姓认为年初月没到 认为他还说 这样的人一辈子把自己生肖搞错了 搞错的结果是什么 他以为自己住宿 就跟马充起来了 其实他跟马充起来 先知道这一条 有时候是历春在年初月之后 年初月过了他还在前一年 要到历春那天才是新的一年 有两种情况 这是第一 年初用排出来了 正确的把他的年初排出来 今年出生的 在2月3号之后 之后他的80灯 前面两个字就是信仇了 然后月初怎么排呢 同样根据什么 二次世界起 不是根据初业 九月初业 或者八月初业 不是的 根据机器 结合器是两个概念 二次世界起当中 有十二个是结 另外十二个是气 你比方说历春是结 历春之后 那叫雨水 雨水则是气 到今则 又是结了 所以一年的第二个月份 是今则那一天开始 来 进入了某月 某月 今则一般就是3月5号左右 2月4号或2月4号左右 一春呢 经过2月4号左右一春 到3月5号左右 今则 这直接就是第一个月 一年当中的第一个月 我们称它为银月 银某城 那某月开始的 第一天就是今则 今则经过了春风 春风则是气 到了清明又是个节 一般是4月5号吧 就进入第三个月 成月 银某城 这样你就把月柱排出来 月柱呢 没办法排 因为排起来很难 那么算命先生呢 他是跪出来的 我们呢不必去退 这不必去太累了 手中有一半半年了就可以 你比方说今天 今天是阳烈 11月6号 5号 你就在半年里面查到了 今天的日干是丁 日之是四 丁四日 好 现在假定此刻出生一个孩子 我们把它拔着排 我们把它拔着排 首先是清除吧 先说 是 立东呢是太月的这一天 但是立东还没到 立东是11月7号 今天是11月5号 是在太子前面的戊戊 戊戊 今天是什么日 丁四 十六个字 十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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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点四个字 三点到五点叫生死 就好生死了 不睡 另外有一个表 很丁日生的人 在生死出生 实该插一个表 十五 好 现在我们获得了八字 也就获得了此刻出生的孩子 也就获得了此刻出生的孩子 上天给他开的腰房 那么你这腰房看不懂是吧 怎么看懂它 先把阴阳五行推下去 好的 准 去 灱 都 哦 起 煮 這裡 abord 古 精 然后还起信的是什么?火还生土? 火还生土,我没有 他自己是火命人 火去生土 生了那么多 一、二、三、四 那么自我是帮他的 再怎么帮他,他谢的太多 那么他五心不具权 是吧?去了什么呢?去了墓和去了水 去墓去水 那么他现在 好,现在我们看了这八个字 大家应该知道了 然后我们 五心相生 对吧 金 生 水 生木 木 生火 火 生土 土生金 这叫相生 相生 这最自动工啊 那么还有相克 反过来发现相克 谢谢大家 相生相可 经可末很容易理解 很直观 你把斧头去砍磨头 这斧头是尽数的 磨刻土 磨种在土壤上 磨刻土 土刻水也很形象 水来土焰 对水来土焰 那么火来了 水去可他 消防队源 火可清 野炼 很直观 水生墨很直观 墨的焚烧就是火 火烧出来最后 化为灰烬 土里面埋藏的是什么 金 金融化的是液态 这就是直观的相生相可关系 那么他就意味着 以这个做基础 阴阳五行相生相可关系做基础来看 这个巴士 上天开开他的药房 这个人 是不是没人爱他 也没人爱他 为什么没人爱他 没人就是没有末 末是没有火 老子 对不对 还有就是 没有水 喝不了他 这就没人爱他 这个人好像很可怜 而且还要是这么多土 这个不是 他可以化解 有一些什么方法可以化解 土里面 火克土 火生土 火生土的土太旺 火灵旺呢 他就升落 那么 他现在最需要的一样东西是木头 因为木可一可土 用来生活 木可土 但他就偏偏没有木 找一个有木的老婆呗 那么他现在剩下来 只能找谁帮呢 哇 太处于 你挑着巴子去找 我们现在就一步步说来 面对着上天给他开的这个药方 那么我们是中医 来看这药性 现在要先说看命是怎么看的 一句话 天下八字都有病 什么叫有病呢 中国的学论 最将就一个平衡 这是中国所有的学论的共同的原则 中医也叫平衡 什么叫生病呢 能体是个小宇宙 也是阴阳五行时期的凝曲和流转 是吧 那么 什么叫生病呢 它的贫困被打破了 火太旺去克金了 那也是病的一种 所以 所以在旺去克火了 反正总而言之 平衡一旦被打破 就是有病 然后重建平衡 就致病 中国人对中医对疾病的理解 不是细质性病变 而是阴阳五行时期的 关系的 平衡的被破坏 然后什么叫治病呢 重建平衡 这叫调理 中医的精神就是调理 那么同样中国的命力缺 最好的八字是什么 经过水火土平衡 这样的八字会有吗 没有的 如果有一个八字 它的金墨水火土 以此的力量都恰好平衡 这个人的命述没办法看 天下万事万 都没有完美的 中国这些愣定贼 没有完美的食物 没有一只完美的猫 也没有一条完美的鱼 也没有一个完美的人 这是今天讲啊 所以 都有病 因为有病才可以各局特色 你说叫我王子峰 从来能思考哲学 还能像刘翔一样跨栏 像姚明一样打篮球 这都能有吧 他神那边 天下八字都有病就能够有病 能有病天之火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天下八字都有药 这个药一定也在这八字里 这是各位以后 有没有兴趣 自己去学一点命运学 我不管 但是我今天 剩下一点点时间 讲的东西就是什么 正路 正路之 路蒙要正啊 中国命运学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自古传到今天 学派封城 每每互相对面 莫衷一世 我在里面是折腾过的 我大概是92年开始自学了 有没师父 感兴趣了 把中国命运学的点击 拿来自己 琢磨琢磨 研究也不就 然后再次建设 其中干苦 本人全知道 机会很深 要走出来不容易 有些人呢 他是没办法解决问题 他干脆就投 投一个派的门下 他就是这一派 那么他好又遇到师父 叫他一套路 他依赐为埋足 但是看命的能力呢 毕竟受到缺陷了 这是中国命运学没有真正成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虽然此凭数把体系建好了 看法多种多样子 同一个理论体系的解释都回应下去 所以学过命运学的路 都知道其中干苦的 那么我现在呢 找到了一条路 这条路呢 首先要改 不是我本书要做的 我认准了一个 这个人叫张神风 他有本书叫神风通考 他也是虎代的 这也是太紧急了 但是他也是很紧急 好 这个人是太紧急了 像我王德分子又分子 原分 好像看来跟他有缘分 他的最主要的贡献是什么 在命理学当中 这门学文我提出了 这门学文我提出了病要说 这病要说就是刚才我说的两句 第一天下巴士什么 第二天下巴士都有 一样的药 什么叫看命呢 先发现他的病 诊断 诊断发现他的病之后 找到病因 然后针对这个病因 在同样这个巴士里面找到药 这个能够对付这个病因的药 在命理学当中有一个术语 叫用词 就靠这个巴士当中靠一个字 来什么 缓和他的严重不平和 不平和就是病 在这个巴士里面 你看火要生土 是不是泄了火的力量 火又要生这个土 它泄得够厉害 火还要去科金 又上它的力量 唯有一个字 撑住它了 是我 这属于朋友 朋友 在祝他 所以在整个巴士里面找来找去 有一个病就很清楚了 叫日足弱 日足弱 日足是什么 病火 巴士当中哪一个字代表自己 日干 代表自己本能 对 那么另外七个字 就是你这个本能所处的环境 我没太好 做出的环境 这个环境对它不太好 总是不断地卸它的力量 它就落了 所以这个巴士的病 就是日足弱 病因要找到 病不等于病因 各位 你比方说 发烧是病 发烧 发烧有不同的原因造成的 上腹血道感染 也会发烧 某一个脏器出了毛病 发烧 那不是感冒 当我们说某人发烧的时候 就是说他现在身体有问题 一万 一个病 那病因呢 好 现在他的病是日足弱 病因是什么 他土太强 那么多土 而且这个土还当令的 他生着土运呢 病因在这里 针对这个土 我们找药吧 最好的药是木可土 木可土 木可土有两个好处 一个把土可吃住 一个木还生着火 不生火 很可惜 这样一个药 在他巴士里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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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退而求其次 什么叫退而求其次呢 靠火来帮帮 你现在很厉害 我吃火的 不脱种不脱种 但火有问题 他也是生土的 这个药是四等的药 上等的药是木头 木没有了 你又不能找水 因为什么 水要克火的 你又不能找金 火要克金 都是伤害日干的力量 日主的力量 他实际上只有两种药可用 一种是木头 一种是木头 一个是火 黄身 这两位药当中最好的药是什么 木头 朱药 木可土 这第一等药没有 只能退而求其二等的药 是我 走到这里 病看到了吧 病找到了吧 药也找到了 然后这个药是 上等的还是四等的 四等的 他的命就下来 就是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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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木就好了 是不是 所以他绝不是富贵之名 是个生的小孩 就是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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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伯父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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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身上 那没办法 还有大优 对 他的运如果值得好 也好 不知道 命不值得好 你记得 其实我就是这么做的 破产 是吧 有青花瓣 他的命有青花瓣 不知道跑到哪里去 有青花瓣 看了十分之后 还有 抛富产 就是那样 对 你说刚才他说的 沈涛说这个问题 抛富产 我看我就是抛富产 这是哪儿 这个 我这一天改命 不是我管不管 这是客观上的事实 第一要知道 第一要知道 八字是可以看六星的 包括看你的孩子 祖上 父母 兄弟姐妹 配偶和子女 都可以看 所以你能不能生出一个柜子来 八字里边就有着 你的八字里边就有着 你说我要找一个好的事实去生 你准备造一个命 命是你造的吗 好 所以就现在许多人都说 有医生跟他讲了 你那就破腹成 这种情况肯定的 那么大概破腹的日子 我给你一个时间段 你自己选一天是吧 这种情况多吧 有 很多的思绿 有 然后呢 就有能这么做 他不是医生说 他就找一个东西 就算命先生 看好这个时辰 就好 那么我有一个朋友呢 多年好朋友 他那是五年前吧 那是六年前 他太太要生产 他就跟我讲 你帮我调个日子 我说你先要告诉我 医生认为他的预产性 长短 对吧 他说告诉他 你就在这些日子里面调一天吧 我说 我不会帮你做这件事 他说为什么 我说你生的孩子什么情况 在你八字里就有了 然后你呢 按照命理学的指示 去把他选择一个良辰 即使 生出一个龙凤来 我说这是不可能的 我说你就要变成以前的天 命是天造的 不是你造的 他听了 口上不跟我讨论 我心里很不舒服 转头又找了人 对 他转头就找了 找了一个人以后呢 人家把他正儿八经的选了一个日子 我就选了几点钟 因为师生很重要的 师生也要选好的 过了一段时间 他打电话给我了 他跟我讲 他说他太太生产了 生了个儿子 要把他起名字 那么我把他出生的年日告诉你 我说这件事我可以做 就是许平子嘛 中国呢在这个传统革命里 就直接关联在一起的 所以中国的汉子都为他准备好了 有缺磨 缺的比较严重 给你一个生死 生命 缺精缺的严重 给你三个精 是的是的 都有火三个火 水三个水 木三个木 都有 就是备好了 我说这件事可以 但他同时告诉我 他说 我实际上你不帮我看 我是找了个难 找了人人家定了日子 离开到定的日子 两天前洋水就破了 他才在洋水就破了 根本登不到这一天 马上破 天际已经没有了 所以有三种情况 我后来都了解过了 一种就是说 选好日子 没到日子 就不得不胜 不由你自主做出的 第二 选好日子 当时是准备破了 突然一个产妇进来是抢救的 就把他对 你就被他取了 就好那个 再来 好 实生活 实生活 第三种情况 就是你选择的社会 他出来的 这很正常 为什么 这个八字 你的八字里面就剩棍子了 你不挑也是那种好事情 跟你参与不到没关系 有些人他知道自己的一个命运 刚才说能算成改人之七十 那他知道这本是一个名牌 就是他知道和他不知道 我啥不知道 我就让希伯德过 那他有区别吗 就是他的人生会有很大的区别 区别 区别只剩一个 性态 就是你知道自己的八字之后 有些东西可以避开的 你比如说假如你怕火的 你确实不能从事影射电 你不要开影射电 因为一定有火的 开一个败一个 你怕火的家庭 你千万别到南方 这种事情太多了 我认识好多朋友 其中有一个企业家 他的企业是北面也开 南面也开 他在北京的 他在开一个成一个 同样的做法 在深圳开 开一个败一个 他搞不出事 你可能用我共同火 是不是血的话 你当然 你不是已经在哪里 在上哪里 我对我也是一 一个火一个土 在中处也可以 中央很火 中央是第一 中央是穿衣服 不要穿红衣服 不要穿红衣服 他需要火 不需要火 他需要 你穿红衣服 对的 不要穿红衣服 这些东西都是有点意义的 还有就是行业 你如果怕不合理 千万别跟火 那金属就是属于水行业 属金属水 它流通 还有搞文化 搞文化出百叶属木 木 如果你需要过 在这方面做事情 做得比较顺 我们俩现在一定也是 这是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你大方向上全知道 不适合做官 或者适合做官 一个人官杀魂杂 官杀是他的继生 这个人千万别做官的 其实你可以做官的 你富土 我不能做官 你富土 我的用心是信官 土生金 我是靠金来谢土的 金柯默的 默是我的关系 我 我不能到外交出去 而且我去了也没 我去过了也没 去过了 这是 你去过了 哈哈哈哈 我最多就是 因为我两个朋友 都是富土 然后他们都是觉得 我这个忌徒的话 这些钱就赔了 我这个忌徒比较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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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是一出生的话 这个命基本上就定了 那就是不是就像 不是基本上定的 就定了 哈哈哈哈 这一边 就永远跑不出来 这个如来的五指山一样 怎么扑腾 你都是在这个里面 就是 七十嘛 七十嘛 你不是说 这个命七十嘛 全部定了 这个不行 当然你的命 定个百分之一 就去看懂了 也不是还有一些 没看懂 没看到的也是定了 也是 没看到的 是你不知道他的存在 就好像 中国大网红 你刚开始不知道 但是他还是一直在存在 这个对 到现在才发现他的存在 你看到了一层 还有一层更高的 哈哈 我命由我不由天 就是那种我命由我不由天 这个命不叫命运 就是你的人生道路 自己决定的意思 跟命运没关系 这个我命变成我的人生道路 这不叫命 能够自己决定的事情 怎么叫命 我们以为自己的人生道路 是自己怎么走出来的 百分之一 这么懂 其实我跟你讲 就像我王德峰 因为酷爱哲学 我本科毕业的时候 没有马上读研究什么 我就到英文出版社 做了五年编辑 但是我酷爱哲学 五年飞就本来我做的蛮成功的 我还被评为上海十新厂政策 连续两年上海出版局 优秀先进工作车 一门出版社的领导 听说我要报考研究生回复弹 他们开了两次会劝我 得出一个决议 劝万留住他 留住我 那么他们派人找我贪官 跟我讲 你知道吧 你是我们的第三梯队 将来要不是社长 就是总编 研究生必须的 他们这叫卸财吧 我也感恩的 他们认为你做编决事快好了 对吧 但是我说我没办法 我就喜欢这个 他们算来无可奈何了 那么我就靠回复弹了 我做哲学了 这个事情 是自己走的能生道路以为啊 那么我去读哲学功 并不想做老师 没想过 我定了个目标 假定啊 我十四三年被以后我就留下了 任教 任教我将来要成为一个正名的教授 大牌教授 最后还得一个称号叫 哲学王子 我根本没想过 哪里想过这些啊 而是说我毕业了 留下了 而且这个留下也不是我争取的 我当时希望到社会院去 上海社会院 我当时住在淮海中路 雁大路路口的 那么上海社会院 就在旁边 就在旁边 622路嘛 就在旁边 我都想又不做班 又没有讲课的任务 每天就在家里写一些东西 研究研究 一个礼拜开社会 多自由啊 偏偏 复旦 这学习 认定了 必须留下了 留下了 我想复旦留我眼 蛮好啊 能够做教授也不妨 这从来不是我的认识 但是我一路走成这个样子 你说我命不由我 有我不由天 我难道是要走这条路吗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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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走成了这样啊 是吧 明明是什么 不定的 所以说真的命的概念 这是命 我命由我 有天 这个命不是命的概念 是说我人生到中自己走出来了 其实他 他说了 命 我就跟我儿子讲 你不要追求成功 你只追求成长 你换一个词 No success Just growing 你就对了 对了 然后他不服我 他说你不是成功了吗 我说这个成功不是我追求的 我哪一天想过我要做一个大牌词 我哪一天想过要做一个词续网子 我哪一天想到我有一天成网红呢 哪里是你 是 你就不绝对撤啊 对 而且王老师 连微信都没有 就成了一个网红 我以为 你会王子 应该是很年轻的 我看王子也很成熟 王子也要长大 王子也会很成熟 你可以继续做你的王子方法 王老师您那么多的课 都是学生上课的 是您拍的 而且拍的 我也不知道 而且你在网上会 我自己后来有人给我看 我会说不得了 十几年前的都有 对 好年轻的 是的 很瘦的 所以制造会 他们拍当时也没有上网的意思 就是喜欢拍下来回去再服侍一下 是吧 后来有了这种新媒体 他就干脆放上去 我以后 他讲课的时候讲了一些 比如说 无知即解弱 没有知识 刚才就是你 谁说的 什么都不知道 对不对 是你说的对不对 天位有起吧 就是无知即解弱 很快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 我懂你意思 你可能是不是这样 你比如说 我不知道 我这样就过了 但我知道 我处处可能 我就要去顾着这个 比如说今天不太吵 我可能就不敢出去了 就是会反复限制了自己 所以我就想 我就是说 您这么聪明 是不是很痛 哈哈哈哈 来来来 这课不能回避 毕业 我不聪明 真的 我离开聪明最远 大正 我是喜欢思考东西 人时间笨的 你比方说我在小学里都是 都是我算术课 小学算术课 老师讲到第三个知识课 我第一个还没懂你 然后呢 人在那里出神 老师就以为我走神了 我很认真听课 就把我叫起来 就第三个知识课 问我问题 我张口结实 编上的把小孩 同学 一个个 这凌厉的很大 抢作帮我回答 那么呢 老师就一比一的声色看着我 你不说了一句话 咋害我啊 龙老师抱穆斯塔罗 哈哈哈哈 坐下 好 那我就个总体 但是 虽然你这么 聪明这么智慧 你痛哭嘛 其实也不能说 聪明是说的 智慧呢 也是不断的 传承 我们自己生长不足的智慧 对吧 我们传承不足 最后你又想着这么多 包罗外洋 这样的话你会痛哭嘛 不是人去最快 这只是快乐 实际上这是好奇心 我的 如果说我现在有一点成功的话 其实都是我的好奇心太广 你知道什么 兴趣太广 嗯 嗯 我不大会决限在 我的专业就是马克思这里 嗯 但是我会关心 我会关注 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觉得有趣的东西 包括中国的 我要去读了 读了 也就是读了高兴 是 就会开心 enjoy 对对对 就enjoy 那么我恰好是因为 影教的东西比较多 我喜欢音乐 喜欢不片音乐 对吧 我喜欢养肉带鱼 伤官土秀 是吗 他是理由的 对吧 伤官的人好奇心很巧的 然后呢 他又不是简单接受人家教育的东西 他还要怀你 你是伤官 不要我伤官 然后伤官要不要打 土秀就是谢 我是土的 土圣经 我要信 所以 有灵感 所以伤官是我的用神 是 以伤官为用神的人 这性格也是这样 后来实际上我就知道 做教实施 最符合我身份 因为他要表达 你不让我表达 我很难过 你喜欢表达的话 你做老师非常好 比如说我去做一个讲座 假如底下教授里就设计个人 我觉得兴趣不高 我走进那个教授 自己一躺 窗台上都爬着 走到一处挤着 我就嗨 就上海里跟您类伏 软能越多越好 因为他要重新了开始 我们说说服势 这应该就是 我们有三百人的大课 到时候秦王老师去 可以 三百人 我甚至在电影院里比较过 那是三百人 你站上去吧 你看零多 黑鸭鸭一片 好开心 所以周列波 我没看过他八字 亲口秀 周列波 我没看过八字 我可以断言 商务官是他的用者 肯定的 他就天性要表现 是 所以性格也在里面 所以我写了一句话 看命者看用神也 又是 我想说 什么叫用神 在八字里 本有的那个能吃病的药 你把它找到 天下八字都有病 军药辰药都是 都是 事业等等的药 就命到哪里 杀众是不是胆小 官杀材众胆子小 官杀材众 官杀材众 杀众 官权众 身弱 胆子都小 精神 精神 杀比较重 其实 我看你的那些 我看你的那些 路线啊 我可以尽尽有神 我最希望的 那个 包教室这边的 我了解的包教室 就是说 我悟到吐 王老师我们再讲一讲 修行 命运和修行 嗯 修行就是修心 修心 嗯 就是 就是 懂自控 到文摩摩 知道什么 就自控 你在自控里面 到文摩摩 不是 就是 就是 人生 意义 这什么都没有过 我 就是 修行就是 那些有意义 因为 人是人是苦的 佛陀叫人 人是不叫他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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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佛陀在那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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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一上来 初撰法论佛陀就讲了 他的人生活和实际化 看这个世界怎么看 人生怎么看 第一个就是苦 这苦哪里来的 第一 为什么说人生是苦 生老病死 最激动的 无也不是苦 中国哲学呢 以前讲的苦 成人的苦是 后面三个 老 病 死 是苦 这是天下没有任何一个民族 可以否论 是吧 青春都没有 但人还会老 老了这个时候就简单起来了 是吧 人死无故的 那也不是一个 病一来 病痛起来 死毁了我们许多生活 我们本来的许多事情都做不了 最后面对一个死 你又怕死 人都谈生怕死 不想离开这世界 所以 这叫老病死 但中国人没说生是苦 佛陀来说 生本身也是苦 真就是意味着你有多少欲望 人就是个欲望体 那么种种的欲望要去实现和满足 这个实现和满足就开始争扎了 开始 现在叫奋斗 那么 如愿与长 那叫如愿 你计划的未来 你筹划的未来 你筹划的未来 若空了 就叫不如 烦恼就是不如 人生充满了烦恼 其实我敬佩 敬佩您 就是那个时候 你会儿子 考试没考 好 那这个士兵 我对了社群 想通了 对 我对了全想通了 对了 对了 你为什么这么智慧 就想通 哪里想通了 嗯 那这里边肯定是有一个最基本的 很多 一色度想通了 嗯 你就这么 社群 想通了 我应该 嗯 修行 什么叫修行 修行不是获得我们本来没有的东西 而是把我们本来拥有的东西 它被遮蔽了 让它重新呈现 呈现了以后的好处就是说 你的人生不管遇到什么处境 你有真正的欢乐在你的内心 你的内心 你的心灵是圆满 人的能力都有缺陷 人在这个世界上做事都有 都会犯错误 人有许多不容易 有的呢是出生的父母家庭 给他重选生长的环境不好 有的呢是结婚以后夫妻关系不好 有的是子女给他带来许多烦恼 中国人讲话有道理的 无债不成父子 你生了个儿子你以为开心了 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他欠你再来还的 一种是你欠他他来讨的 还有不是冤家不剧头 这叫夫妻 你看哪一件事情是神性的 这就是人生了 对 对 对 然后呢你在一个单位工作了 对吧 你总要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 那么别人会尊重什么呢 有地位的 那么于是你就想成为有地位的人 结果有了地位呢就觉得人家地位比我还高 于是我还得往上爬 对 对 人的许多基本需要要去实现的时候 全都是烦恼 对 所以摄迦牟迪说人生却是苦 那么要寻找苦的原因 这叫结地 结就是怎么会苦的 苦从哪里来 那么这叫原因 找苦因 找苦因就是你的烦恼是怎么生出来的 你的烦恼怎么会生出来的 然后把这原因 灭掉吧 叫灭地 把造成苦的原因给它消除掉 叫消灭地灭 消灭地灭 灭这个因啊 灭苦因是有方法的 叫道 道就是方法 修行啊 修行的一套方法 是叫苦见灭道 后来你是怎么想通的 不管啊 你怎么想通的 根本上想通的 就是要根本上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生于死的对面 你把生于死的对面都养起掉了 都消灭掉了 你还有什么想通 我刚刚也在想 就是有很多人 他得了一大 就是受死 其他都是小事 是人生死似的 其他都是小事 人生死似的 都是小事 生死想通 其他可能就不是事了 比如说有些人他得了一个重病 他以其他纠结很多很多的事情 怎么都想不通 但他重新活了以后 他觉得 那好像一下子 一生也在 整个人好像都变了 所以我后来慢慢的 我前几天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的痛苦是因为梦太美了 我发现梦太美了 后来我发现梦太美了 是这样吗 对 想的美 所以我很佩服他 我一直在那里面 你觉得有这种领悟 我对了谁去去 我对了去 我对了去 还想不通 你想不通是还正常的 你是天天忙着挣钱 王教授是天天在思考 就不一样了 根据是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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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学了生活的 学会对我们的智慧的 这个开智慧是根据是 根据是 你们听过我 以前许多人都跟我讲 我网上讲元气星空 对 就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 我讲元气星空 讲了一大堆话 对 实际上就是 我们跟孩子 这位粉丝就是 你的元气星空 最精进的粉丝是吧 其实都是元气 但是我们不以为是元气 我们以为是 设计必须存在的东西 必须有个理想 比如说你谈恋 男的谈恋 女的谈恋 无非是想造一个 理想的丈夫或理想的妻子 你如果把这个愿望 放在心里的话 他就是射体 观念 射体 没有理想的丈夫 也没有理想的妻子 因为丈夫或妻子是元 你看 这个 你比方说 你认为理想的妻子是什么 然后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 你还发现就是他 对 那现中情 就是他 其实呢 他这时候还不是妻子 只是你的恋人 对吧 一结婚呢 你们互相彼此把对方做成的妻子和丈夫 天下哪一个男人天生是丈夫的 他成为丈夫是被他妻子做成的 天下哪有一个人天生是妻子的 他成为妻子是被他丈夫做成的 这个妻子做成的叫缘 那父亲跟儿子也是一样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把相应当过来了 哈哈哈哈 没有理想的儿子 在儿子心目当中也不要对出一个理想的父亲 没有 要正是这个缘 你说毛泽东的人 应该能自己 拥有了最理想的父亲了吧 是的 是的 这个父亲跟他们有什么缘呢 猛与国家大事 然后 你为了一个健康的儿子 毛孕牺牲在朝鲜战场上 剩下一个儿子是精神病 那个女儿李敏 是她跟贺子珍生的一个女儿 她很爱 更爱李娜 都是一样 但是后面处境是什么呢 毛泽东晚年 在病态上已经起不来了 这时候她的长女李敏 申请要见自己的父亲 终于被拼准 走进毛泽东的卧室 毛泽东躺在床上 然后李敏呼唤她了 她就一看我 一把抓住李敏的手 总确地说出来她的生日 李敏的生日 然后又跟李敏说 你怎么这么长去不来看 李敏说你的爸爸你的门槛高了 我跨不进来 说完这句话 毛泽东愿意随旧 在眼角流出来 不是一个理想的女儿或理想的父亲 赵立是最理想的反应 毛泽东作为她们的父亲 她每辈子看到骄傲的反应 毛泽东也觉得自己的女儿 两个女儿都很好的 没那个缘的这段 所以对于她的女儿来说 自己这个父亲更不不理想 对吧 更不不理想 所以这就是我讲缘其信号 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也是那个缘 我们小时很自然的 觉得人家的父母 做得比自己的父母更辣好 多么关心孩子 多么自动自闷的 我父亲 对我要求严格的不得了 而母亲呢 老讨厌我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讨厌儿子 他喜欢女儿女 我搞不懂 那么我就觉得我从来没得到 一个理想的母亲 看人家很弱 就是没有智慧 佛家给我们智慧 实际上我跟我母亲自己就是那个人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那么我要反过来感谢她 她让我自己在意 所以 你遇到所有的困难 那个母亲的怀抱可以 得到安慰的 反正是自己 但你自己要敲打 她 有另外一方面的好 就是这个缘不一定的 所以我后来 我一开始蛮恨我母亲的 到了结婚以后 我还恨着她 再慢慢的我就懂了 一点不恨 一点不恨 我就跟她是这种人 这是好玩的啊 我都是为什么都得好玩的 是因为我下 放学回家 第一件事情 绝不是让你做功课 干脚嘛 你买毛 喜欢吃毛豆 我觉得我也吃了 你买那一篮子 叫我播 要播出五大碗出来 那有多小时 然后一家人晚饭吃好以后 刷完的 一定是我 全部弄好了 终于晚上八点了 就可以坐下来做作业了 你得把活干完才做作业的 于是做作业的时候 我感到无比幸福 做作业成为我的幸福了 这是我母亲造成的 很高 这也是一种叫你放胖 现在的孩子是得可以这样子放 先遗了他们 不要有意的念 你只要懒惰就可以了 对 你要懒 你懒了你孩子就看不过 因为他看不过去 他开始弄我自己 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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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千万别把他的事都包起来 包揽下来 好了 等他长大了 你还怪他没有责任感 因为你从来没让他 有承担责任的机会 你一生病了 就在躺在床上发烧了出来 让他四份汤水 给你端材杂断水 这就对了 让他有尽责任的机会 为人父母后来就得生之余 正是蛮害的 就是说大家为主 六个人为主 他所有的事情都是大人把他抱 今天 王秋特这么说的话 你得服了 你知道吗 这一句话说由你一生 就是一生 第二 不要查冤枉了孩子 我家12 我家12了 我家12了 12更好 不要怕冤枉了孩子 那当然你本次上是爱他的 这是很重要的 你爱他但是你有时候搞错了 冤枉了他 等你发现你冤枉了他 你很内疚嘛 然后要向他赔礼照 现在对吧 我以前也说这么跟我儿子 后来我发现我很傻的 为什么 你要让你的孩子在家里已经受过委屈 你在社会上才能承受委屈 你从来不让他承受委屈 一大社会上他的委屈什么都是 对不对 我小时候就是委屈太多 父亲 父亲 有时候回来我母亲就告状你了 他说什么什么什么 那我父亲一阵就信你为真 哈哈哈哈 他说什么是后忙似的感觉 他说委屈受了以后到社会上我发现人家都对我蛮好的 哈哈哈哈 我没有任何受委屈的感觉 真的是不让他受 真的是 其实我就是不带那个智慧 而且很幽默 对 听得越想听 对他们很复杂的事情 讲的 讲的 这些 这些报接了很多 接了很多 我们经历过的一切 现在的下一个年轻人 没机会经历 不是他不好 但我们要注意不要过分的暴乱 呵护 过分暴乱呵护对他来说是害的 对 有时你也不要创造什么条件 你只要不要压压活 他就可以了 你要承认他自己正在学习什么活 认识这个世界 对吧 他自己在成长就可以了 然后受到这种武器 就像小时候 一走路 一摔脚就摔脚了 日本人觉得还是摔脚是很正常的 中国人马上挤了 是中国人马上就挤起来 你不摔脚你怎么走 对 日本人听不出来 不可了 不是他还是怪别人 他还打桌子 他最差 他打桌子打桌子 就是推现责任 对他那边收的都别人 就是他不好 然后他长大了就压压突起了 是是是 对 而且这种隔代亲的 爷爷奶奶们对孩子 打自己孩子都忘记了 然后对自己孙子都忘记了 然后对自己孙子都忘记了 这个问题我照理一下 为什么爷爷奶奶对孙子和孙子 因为他不用负责任 你知道什么叫不用负责任 因为孙子过得好不好 他不用负责任 但是爸妈是要对自己的孙子 这个老老话说隔代亲 老话就隔代亲 现在今天不说 我们小的时候 你们俩死不承认 这哪有没有 今天这里边的是两个 一个是中国文化传统 就是最好还看到重生出来才正 重生出来还不想 还看再后面的 这是一个中国文化传统 第二个原因 实际就是说 自己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 我们都很忙 父母都很忙 不是亏欠 就是说他也忙不过来 然后他也 终于他退休了 有时间 退休了以后 他又不是什么基督徒 又不是乌斯林 那么他的生活要有意义 他将以重温 就是亲子的情感 所以一看到孙子终于重温 他儿子不管他 儿子吗 随便 儿子以前他不管他 我几个朋友一起吃饭 二人吧 就有三个 偷偷不解讲自己的生子 多好多好多好 后来其中一个人 比我小养岁了 他脾气上来了 他说你们的生子都比 你得爷爷好 后来其中一个人 一个书记啊 欠缩特别高 后来他说 我不是沉默了吗 后来他说 爷爷我本身的爷爷没见过 这个人家就笑笑了 今天只能讲这点啊 主要的一句话就显在那里 看命局 看用神也 用神就是针对这个病的 这个有病每个八字都有病 针对这个病的那个药 你把它找到了 对 就能够存量这个命局本身的高 王老师那你说这个的话 我正好想起两个问题啊 就刚刚你说一话叫性命 性命理的话 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这个我就不是特别理解 就是因为理解了就高级了 我正好不高级 第二个就是说 命局当你出生在谁 你的命令都都确定 是吧 就整个人生的确定 那我到底是努力去干 我就躺着就可以了 你又回答 我自己 我好 他发的那个试验 发那个标题 我就看到 人到四十不性命 就没有悟性 说明你还没到四十 正好四十 他就过 所以你现在遇到了 所以你现在要老老师跟你开头 所以你看我是开头到现在 我一直在这个地方打着 就是一直打着 比如说以我本身做理事 我的用程是三观 三观最大的特点 要土修 就是这是我一定有的乐意 我不会躺平的 你只要给我机会发挥 我就要讲课了 我就要写东西了 这不是说你会躺平的 你所谓是买一种八字 类型的八字 你一定乐中于什么事情 你八字里面 不会躺平是你自己抽象的想象 你只要不躺下我的八字 看我十百个人 有可能你就适合参业 因为今天去参业 这是不用怀疑的事 这不是说 总把客观的命运 和主观的努力对立起来 不过统一的 你的主观努力就是你的主观的命德 你是这种命德 你怎么会不努力 在这件事 这个好像是 是不是这样的理解 我觉得 天色是牢笼的 那个八字里面 天色是牢笼的 那叫义马 命带义马 义战的义 这是一个神杀 命带义马的人 你马上可以说 一辈子老了命 不管成功失败 不管他